我们也说一件事,三明星 我们说说中国的南水海军的发展 中国的南水海军发展,我想也不用我们多说 很多智库都经常说 中国事实上世界第一海军,以南艇数量计算 这件事的势度是不错的 但距离公认世界第一海军 其实以实力计算,大家都有些保留 如果现在的观察,大家都觉得 第一,就是一种取巧的说法 就不是大家公认世界大佬 大家都害怕了你那种做法 是的,有些国家是害怕了你的 菲律宾那些是害怕了你的 但不是每个都会 英国、法国、日本 心里面就不是特别害怕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包括中国,如果你说现在我们计算的种类 即是他军舰的种类,军舰的数目 以及最重要是他做很多不同的后勤、支援等等 其实他和世界第一海军,即我们说美国 差距在哪里 我们会和大家慢慢去数一下 不过Simon Link,我们先这么说 其实如果我们计算,如果计算类种类种 其实现在,今时今日,美国有的东西 中国都基本上是有的 例如航空母舰,他有的 你说到神盾舰,他有的 你说到登陆舰,他也有的 两棲舰,也有的 后勤保障的舰,他都有的 如果我们去观察 其实中国用了这么多时间去追赶美国 你看到他的舰艇,又不停的现代化 即是我们经常说,现代级这些舰艇 今时今日都还在 即是博管 他还在,见证了他和现在最新的神盾舰 大家见到差不多 中国的南水海军 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伟大祖国的海军 其实很惨,那么多军冲 最不受重视以前的海军 很多的比如说盾舰,01C型 都基本上是俄式的系统 后来发现俄老的东西很粗 真的不好用,很多东西都是摆设 它的妥善率很低,又很难用 后来就开始全面转向 跟这个鹰匠,摸着鹰匠过河 总之美国有什么我就有 刚才Larry兄都说了 我们给大家听一些数字 现在究竟有多少东西 我们的祖国海军 首先就是航空母艦 大家都知道了,有三艘 有辽宁艦,山东艦,福建艦 福建艦就是003 说实话003可能就是11国庆会下水 现在看到那些照片好像有彩旗 好像有彩旗都开始上 我都分不了 我现在都分不了究竟彩旗 是之前那些还是之后 因为现在他们很狡猾的 常常都是拿旧照片来扮生 我都分不了了 已经 有时候有可能 但是他都应该差不多 总之年底前肯定下水 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原先预计都是9月或10月左右 你想想 从一个以前都是烂鬼俄式的 那些现代级的驱从舰那些 到现在你有三艘航空母艦 075的两棲攻击舰 就更加不用说了 起码有三艘 有8艘的071型的船污登陆艦 这些都是直升机 气电登陆船 两棲战车 这些在大型船艦方面 发展是很快的 其实另外一个发展最快的 我觉得始终是神盾艦 大家都知道最强的 当然是我们供应的 这个真是厉害的055 那055第一批8艘 就已经全部复役了 真的很快 那第二批的055 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做 那055B型 会不会上全电推进系统 激光炮 连出8兆电池炮都上去 我们现在都在厌切期待 但是你想想 第一批8艘055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 以后航母的大都示威 还有也有25艘052D 导弹驱逐艦 就是DDG 就全部进入了 都已经是 那之后的26、27、28艘055D 也都已经下水了 那些甚至是加大了后边的机庫 还有这个直升机的甲板 就是我们叫052DL 还有它的雷达的尺寸是明显增大了 所以也都是在电子、雷达这方面 也都是有很大的进步 那除了这些之外 比如说其他的054A 有成40艘 056A这些轻型汇舰 都有成56艘 其实加上很多东西的帮手 我们以前 前两年听过的新闻就是说 中国海军一年的落水量 是超过整个法国海军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看到这些新闻 可以证明 伟大祖国在海军这方面 这几年来的 十几年来的投入 是多么巨大 最近也有落水了054B 大家看到 054B 连这些飞鸡 它们都这么用心去弄 你见 又特意将它加重2000吨 加了2000吨 你见这些武器没有增加过 差不多 加什么呢 就是加远洋释航性 令到你在远洋作战 包括你的武器筹在量 你本身的粮石 或者你其他生活必需品 或者船舱的空间大些 其实全部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远洋作战 就是为了做南水海军 那你见他们连054都搞 你就看得出 他们都真的逐个逐个弱点 正在改善 因为当时054 跟着这个辽宁号 和山东舰出去航行的时候 很明显它是走得最慢 跟着整个舰队迫着要等来 跟着它的机动性又不够 经常被人插入舰队中间 反潜当时也做得不够 所以才会是054B 但是说起远洋航行 我觉得最最紧要的那一架 也是现在最缺的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远洋補给舰 那伟大祖国 现在有16艘的远洋補给舰 最大的两艘就是901营 排水量是48000吨 另外就有9艘903 和5艘904营的補给舰 但是那些 那些就很难做远洋港手 特别是舰母的编队 用那些的補给舰 就很辛苦 因为它装载量不够 即使是901营 48000吨的囚载量 你想想舰母的補给是很夸张的 特别是你现在不是核动力舰母 你是常规动力舰母 那这个常规动力舰母的情况之下 你就发觉 你除了要常规的保的燃油 保你船艦的航行燃油 跟着你战机的飞行燃油 那你加一次就万几吨 真的 是很惨的 所以你就算是901 你大概都是带两次加油的份量 就顶尽了 那你想想还有其他的物资 生活物资 战斗物资 那和你这艘補给舰母 不是只是舰母 你还有起码 四五艘其他的DV资料補给 所以你即使是软揚一次 戴手这个補给舰母 其实你都是很敏共的 即是你出去 究竟出去到哪里就要回来呢 其实在现时来说 其实你大概是第二岛链顶尽的 还有你的持续作战能力 美国现在有些讲笑 好像当时韩战的礼拜攻势 即是一个礼拜左右 你搜航母就开始顶不住 我想也不用一个礼拜 说真的 我想以往战争的强度 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早点准备好 到打仗的时候 你真的搞不定 例如我想 英国皇家海军做过好的示范 就是 他由北半球打到南半球 即是北半球的嘟嘟 打到南半球的嘟嘟 即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在这里的湖南战争 又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样的海军 你没有这样的实力 你不要说自己是南水海军 你看到当年的英国 都是有些敏碎的 今天就会轻松一点 但是他们建军的方略 大家就看到了 他随时为了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 前缘 他们的利益的地方 要作战 这个就是南水海军 最值钱的地方 即是说 你空军 固然会受到空军基地的限制 而且有些地方 不是说你想摆空军基地 就摆下去 例如你看 英国打硬均 你附近哪里有位 可以插到空军 所以很明显 当时海军 包括几艘航空母艦 过去做打击 其实都是没办法的事 所以就算你空军 多厉害也好 有时有些东西 你不是用海军去carry out 你真是搞不定的 所以你说后勤要做得到 本身自己的战艦 制空等等的东西 又是要做得到 所以三明显刚才说 现在大型军舰是有的 神盾舰什么都有 不过 总是还是差点东西 你说 他们后勤的军舰 你说出一只半只可以 但是三明显你也听过 中国要建构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现在这样的艰队的规模 他的后勤这样的supporting 我真的觉得 出到去马洛甲海峡 我都觉得偷笑 你说要去到印度洋 还要和印度作战 你还要和印度海军和空军那边决战 然后你称反印度洋 你也要搞定印度 那我觉得 如果你的实力 不可以override 到印度海军 都很难说自己是南水海军 一来航程 大家知道你真的是南水海军 你就要去到远离你自己国土的地方 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 那你就是真正的南水海军 刚才Lary King提到六个航空战斗群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现在很快就有三个 为什么有这么多呢 你现在看到山东南出来 就给大家看到最好的例子 山东南今年 Lary King上次说是伤泵的 伤泵 过去真的没有这个概念 那果然是出了两次 中间有一次入厂 那为什么山东号频频出来呢 以前大家可能都见到辽宁号 但是现在因为这艘东西 由一个厂大收 起码都是出面才能出来的 它是大收得很紧要的 差不多几乎是等于一个中期大收 那都有时间都没搞定 那所以航母 肩队最惨的就是 你有多少艘航母 其实你要保证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呢 其实只有三分之一 就是一手拿来出任务 一手就保养 入厂 一手拿来训练 所以现在你三个航母战略群 其实你真正可以用的 其实到时只有一个左右 所以你起码要有六个 这个第一就是你的航母数量 实在太少了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对于你扔多少钱都没用 是只有时间才可以慢慢慢慢累积 因为你除了硬件之外 你上面的彩虹战队你要训练 你的艦船操作人员你要训练 你的艦载机需要有时间生产 你艦载机的机师是最难培训的 而你好像现在山东号一年双泵 其实说实话 你就算一天一百次架次的起飞 你都训练不了多少艦载机机师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只有时间才可以慢慢累积出来 所以我们说到南水海军 尤其是我觉得美国二战之后 建立了什么叫南水海军 其实航母打击群 正正就是南水海军的标准 标准配置 你搞不到一个航母战斗群或者打击群 你都没有说自己是南水海军 所以你说如果根据这个意义 日本真的未是 至少你见不到它 真的做到一个航空母船出来 而上面F-35B 你见到它们出云号 或者来近的家学号 它们是可以改装的 上面放F-35B也可以 但F-35B又不是传统意义的南载机 它是有它的好处 但始终它的作战半径 又未去到传统航母船的级别 所以你说未来它用F-35B 即是对中国进行打击 甚至乎是做过南水海军 其实日本仍是差一点 仍是准南水海军会更多 所以中国如果它不能够 将自己的航母打击群完善 即是做到一个制空 然后做到一个制海 纯粹用神盾舰 我觉得始终都没有办法 覆盖和弥补到弱点 就是我们说海军的弱点 是的 大家都知道做海军 是多么贵 和多么麻烦 有太多东西 你要备套 它们现在就说 一个很明显的备套 它们要再改进的 就是所谓的DDG 大家我们刚才听到 好像是60架DDG 哇很厉害 和美国佬有一头 其实DDG的问题是 你要分配去三大艦队 北海 东海 南海 你不要忘记 又好像我刚才说的 你不是所有的DDG 都可以马上出来用的 你要训练 你要维护 你要出任务 你要不断去转 然后前排有一支艦队 已经是第五次了 好像是出去雅丁湾 武汉 因为那里海盗槍权 你想想 这里又会佔用这一部分的战力 所以真正可以跟航母 出去远洋部署的DDG 其实说真的 真的不多 大家都知道 在DDG也好 在它的054A 054B 国内军迷 他们很多时候讲的东西都很中限的 他们说最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中程防空导弹 做不到一坑四弹 Larry Hane 记不记得 美国佬很喜欢 一个垂直发射单元里面 有四个先进海麻雀的 是 这个就是中程防空 大概是25至30海里左右的中程防空 其实中程防空最重要 因为你远程防空 比如说航旗走B 可以打到200多公里 但是问题是 那200多公里 你飞到之后 你真是能够打中的 其实成功率不高的 说实话 人家都会走的 但是你中程防空那些 其实最重要 因为你有最多的雷达手段 可以去锁定你的目标 你也都是你主要的防空的射程里面 那个是最关键的 你如果被人突破了中程的防空网 你手蓝基本都GG 那些什么CIWS 11管30毫米机炮那些 其实没有用的 讲实话你只有假字 你真正用起来 即使你打到别人的反栏飞弹 你很多时候它的动能 撞到你的栏上面 都会对你造成很大的损伤 所以中程防空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时一坑四弹这件事 暂时在国内DDG 是还没有的 所以它这个中程防空的火力空白 是非常之缺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实话 伟大祖国海军发展 第一很快 第二 数量下得很急 就是扯着地下 国内叫它下饺子 起势下锅子 但是这个问题 真正保存 真正可以完善了 所谓的南水海军 还要一样一样东西 慢慢去完善 这个是需要时间 需要很多人 很多精力去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每改善一样东西 都是因为 你可能被美国佬耍 可能被人笑 可能被国内的军迷车 才会改善得到 所以 仍然是会有一段的时间 才真正能够做到 即使在 在近海防御的方面 能够和美国佬海军对行 都仍然是需要时间 所以 刚才三明已经点出了 那个防御系统的问题 我想 这个正正就是 八年海军的意义 就是 你真的要一路走 一路去看 去查一下自己 有什么是要改善 其实每个国家的海军 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 中国可以盲抄美国 我觉得是不行的 始终都是那句 中国就是一个陆权国家 除非你放弃不做陆权国家 你完全拥抱海权国家 但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中国 大家看到 它的陆地摺让国家 简直是全球之冠 你又没有办法放弃六拳 但是又要扔资源去海军 其实某程度上 就像一个人想练武功 他又想练九阳神功 他又想练辟邪剑法 怎么练呢 九阳神功 大家也知道 女人练是会生素 但是 我们说到辟邪剑法 男人就要自公 你想想 两个阴柔和光阳的神功 放在一起 搞不好 所以 就是那个烦恼 以前《马汉海权论》的作者 都经常说 你要搞海权 你真的要必先自公 首先你把自己的陆权 陆军搞到 有禁榨得禁榨 陆权的陆军 有禁无人权 就禁无人权 所有东西都去海军 才能够壮大度 当然美国是一个例外 美国的陆军 资源仍然很大 因为他真的是大国 钱亦多 所以中国真的要怎么玩 要发展一个海权 说海军要很强 但是是否要牺牲陆军呢? 一定不可以 所以又是有限资源 可以玩到像美国那样 全球部署呢? 这个第一 我们都会怀疑 第二 如果海军的规模 又要建立到 美军的六七成 你又没有那么多海外基地的支援呢? 还有短板继续继续做 美军有很多创新的玩法 之前有一个叫做...我不太记得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Keeve 有一首是...Keeve...我不太记得那首是什么名字 有一首叫Louis 即是他们有一只,你看到是以前的一些阿拉斯加游轮 后来改装了做军舰之后 上面再加多一块板 就变成直升机那种... 那是ESB Miguel Keyto ESB-4 是,ESB-5 他们现在还这一只海上平台的试验 就叫做...介乎在运输栏 介乎在補级栏之间 就可以在战区外随时后命 可以帮到你 有很多直升机可以做空中的运输 那种运输栏 你又知道那种运输栏 那种运输栏 那种运输栏的超级运输平台 真的有厉害 那种运输栏 那种运输栏 是阿拉斯加游轮级的 Expedition Staging Base 那种运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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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上下兩層 上層甲板就是等你所有重型的海馬直升機 可以同時起降四架 中層又可以變成半潛船 等你的兩棲登陸艦或者其他的小型的登陸船隻 又可以進去整修 補給 這艘東西就真的很厲害 它的排水量是趕得上超級航母 它這個奶媽裝的貨真的嚇死人 所以大家看 美國佬真的有很多應對的手段 這才是最麻煩的事情 美國佬真的玩海軍 都是半途出家 他玩的年代 英國佬也不知多厲害 海上帝國 他接棒了英國之後 都是一直摸著 你看他在二戰打完日本之後 其實運氣也有 實力也有 所以之後一路清白海上 他慢慢摸索到自己的戰法 而且他比英國海軍更變態 就是他什麼都要做一個變態的超級級數 可能英國佬做五萬噸 他就要十萬噸這些變態的 因為美國佬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和英國打完獨立戰爭和內戰之後 傷亡太大 特別是內戰 所以他們以後的打仗裡面 就是我不是和他們打仗 我是把他們壓在地上來 任我砌 這個就變成了美國佬的軍備 你看他的東西多得 他經常都說 大哥 要不要弄這麼多戰機 就打ET嗎 全球加起來 其實都不夠他打 你真的除了用核彈的 你真的全球加起來 如果美國佬出傳的話 整個地球都不夠他打 那些東西是多得得人驚 跟著 跟著 他們說他們經常都有新的想法 他們都在不斷進化著 無人艦艇 無人飛機 風雲作戰 這些所有東西 其實他們都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 我記得我們以前說的無人船隻 他那個Ranger 和那個Sea Hunter 那些無人船隻 聽說這陣子有一艘Ranger和Marina 來了日本 就是我們之前說 他可以帶著這個貨櫃的垂直發射單元 那一艘 那個Overlock 那個霸王 有兩艘來日本 嘩 過來玩東西 真的過來玩 嘩 真的很誇張 這個也是實驗 但是將來做到 大家看到這些無人艦艇 無人艦艇 那些無人艦艇 應該也是很主宰 海洋和天空的 某程度上 有人艦艇 真的會變成少數 而且美國人的這些東西 它不是ppt 就是你比如說Overlock 這個class 它是真的試過 從東海岸走到西海岸 自己走 是除了過運河的一段 要人手操作之外 其他是完全是自己操作 是沒有任何人手的參與 所以它自己本身的AI 它自己對於無人的駕駛這方面 無人的導航 它是做得非常成熟的 我們經常說它在甲板上 它又扮了雙船 甲板上又有貨櫃式的垂直發射單元 一打開就是1成4的湯匹 就是JASM、Larsum、Biel6的防空導彈 全部都有 這件事 說實話 它嫌疑抄其實不難 但問題是你能否做到它現在這麼成熟呢 又是那一句需要時間 所以這就是美國海軍恐怖的地方 每一件事 到你讓它發展出來 你每次可以抄的 但每一次到你抄完成熟 它又有新一套 它某程度上 它以前真的不怕你抄的 不過大陸真的抄得快 所以它都會害怕 所以現在大家有沒有發覺美軍的東西 我們現在很少是真的會知道的 很多東西都被掩蓋到 我們都很難看到的 以往哪有這些東西 三文英 一開口牌就告訴你怎樣打的 是的 我都說作為軍迷在現在這個時代是很幸福的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新的東西出現 以前很悶的 那些報告又少了 那些新聞又少了 那些軍備更新又少了 就是這十幾年才突然間多這麼多東西出來給人看 既有更新換代 又有新的想法 我覺得近幾年 近這十年最大的變更 始終都是 其中一個就當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轉型 就是人家很缺絕地扔掉所有重型的坦克 重型戰車 什麼都不要扔掉它 就買無人導彈車 無人作戰艦艇 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很大的一個作戰idea的轉變 就是那句 大家作為軍迷就有空多一點關心一下我們台 我們看到一些什麼新的消息 特別的東西都會跟大家分享 至於其他KOL 就好像說玩具 玩厲害的就聽一下算一下 聽一下開心一下就算了 真是想深入一點 去看形勢變化 以及中美之間的 我們台島時會有大把報道 是的 那這個大家就記得密切留意 就是那些形勢變化 我們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